视频前打算换手机回下过年的老铁们 这期视频的话千万不要划走 接下来小杨就来盘点一下哪些iPhone 现在一定不要买 算是给大家提前避坑了 像什么iPhone11以下的机型就不要再选了 你们都说5G都普及多久了 还要考虑4G手机 特别是这个苹果11 除了X3性能能打之外 其他的配置基本上都已经过时了 关键是现在还有不少人去选择它 就很离谱好吧 即便是目前国行1848G 在小杨这里只要1899起 但是还是不推荐入手 第二就是苹果12系列 虽然说有5G 但是机型的话确实也不咋地 1200万像素 A14的处理器 性能和拍照可以说算过得去 但是你要说它续航有多好 真的一天没个两三充基本下不来 目前想要加5索12 128G跌至1899起 拿来当做一个直播用机还是不错的 那么第三点的话就是这个iPhone13系列了 像这种13迷你被苹果放弃的机型就别选了 屏幕小电池小要啥啥都小 除了手感好之外 真的找不到什么选择它的理由 至于剩下的这几款的话 还可以再考虑一下 当然仅限于二手机 因为全新机都会赶上新款入门机的一个价格了 但如果考虑二手 像这台3999的13PM和这台3699的13 Pro 拿出去不是更有排面吗 第四就是苹果14系列 首先排出14plus这种尴尬机型 像14和14pro系列的话 一定要先看价格 目前全新的14PM128G市场报价是8300到8600 而二手无锁的188G市场报价是5400和5700 怎么选择就看你的预算了 第五点 像这个iPhone15全系就别说了 今年都被喷惨了 你要说多好不见得 但是它的销量却是实打实的好 那么你们知道这是为什么吗